好,来我们看第二题 它说它是uniform velocity 然后过后再来acceleration 所以它向这个方向拉的话呢 就是说我这一边是我的开始 然后这边是我的结束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uniform speed 所以然后deceleration的时候呢是在结束 然后deceleration的时候呢 它会慢慢越来越密 慢慢越来越密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答案应该是低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超高速给的答案是低 我自己的答案是低 如果给我错的话 因为这边是uniform 然后过后它就慢慢越来越密 嗯 这个它uniform 过后加速 然后越来越密 嗯 嗯 嗯 这个在加速 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在加速 我这样拉 ok我这样拉 ok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的答案是低 好 OK OK OK